桌子很亂 感冒藥 太陽眼鏡 然後麥克風 最重要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這裡有一顆 這裡沒有 兩顆硬碟 正在用 RAID0在做備份 那 這裡有一顆我最常用的 創建的4TB的 外接4TB硬碟 今天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在外面這顆硬碟 它正在像這樣 正在讀取在傳輸資料的過程 之中 我不小心讓它掉到地上 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我現在回到辦公室 趕快檢查我的硬碟 結果一檢查之下 真的 有一些資料已經 損毀了 然後還好 我一個一個檢查 把資料慢慢一個一個扣出來 我以前都有備份 那最主要是我這次去香港的4天3夜裡面 有很重要的資料 而且我這次去是有商案合作的 這部分的影片如果不見了 就非常非常的麻煩 那還好我這次全部都copy出來 只有少部分的花絮呢 摳不出來 所以這顆硬碟應該也是炸了 就算修好我也不敢用 現在正在努力的趕快備份 然後再把一些以前呢 有沒備份到的東西 趕快往外移 現在正在一個一個往外移 希望能夠順利 真的 你看現在在拷貝 這個還有之前我大陸的影片其實還有好多支影片 都還沒有剪輯出來呢 這個都已經放了三四個月都還沒有剪輯出來 最主要是因為我有一些新的影片一直在這個插播進來 這是先上架 這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不過還好這個影片有救回來一些些 希望這個一切都順利啊 然後我待會要去還車子 我們最近開賓士CLA200到高雄出差四天 那很感謝台灣賓士借我們這個很放心借我們的車 所以我也拍了一集開箱 還好資料也救回來了 嚇死我了 剛才硬碟整顆壞掉了都沒關係 但裡面的資料太重要了 對 那 今天我的主頻道也沒有影片 最主要是因為我太忙了 然後沒有時間整理這些 然後雖然我有騙士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 即時跟他有一些工作上的溝通 所以呢 這個禮拜我主頻道的影片 很有可能只會有兩支影片 我覺得我要適應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慢慢的提升我們影片的數值 在主頻道的部分 然後讓他 影片呢 雖然 數量可能減少了 但是我可能用直播的方式 或者是讓產品質量提升 或者看的人 比較多 或觀看時間變長 來彌補這些 中間 所有可能 流量的損失 但是呢 我還是告訴我自己 絕對不被流量綁架 好不好 好啦 我要去還車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硬碟 又掛了一顆了 四年來用了三顆硬碟 明天又要再去買一顆硬碟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建議 哪一顆硬碟 是超耐摔 即便像 正在運轉 馬達正在運轉中 然後掉到地上 都 沒事的 其實很難啊 除非你用Fresh hardd 但是那個非常貴 Fresh hardd 4T 可能好幾萬 搞不好四五萬以上 也買不 現在搞不好也沒什麼規格 如果你有什麼建議的 在下面 好不好 建議給我一下 寫在下面 下一集見了 拜拜